昨天上午长征8号摇二运载火箭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升空 成功将22颗卫星送入了预定轨道 创造了我国一件多星发射的新记录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文昌航天发射场 我们可以看到长征8号运载火箭已经点火起飞 22颗小卫星随它一起飞向了太空 开启了它们的太空之旅 中国航天再一次刷新了一件多星的新记录 经过约2000多秒的飞行后 22颗卫星成功与火箭完成分离 发射获得圆满成功 长征8号火箭是我国自主研制的中型运载火箭 可以承担80%以上的中低轨发射任务 此次发射是长征8号无助推气构型的首飞 也是今年我国新一代运载火箭的首次发射 一件22星我们首次实现了共享发射 这次没有主星 也算是长征火箭在商业航天上的一个大胆的尝试 同时我们也实现了新一代运载火箭 不带租推气构型的首飞 这样填补了 我们在太阳同步轨道三吨以上和三吨以下 兼具了这样的一个运载能力 此次发射共搭载了海南1号01星和02星 大运号卫星 文昌1号01星和02星 太景3号01星 潮湖1号等22颗商业卫星 这些卫星主要用于对地观测 低轨物联网通讯和空间科学实验 22颗星从火箭分离的时候 就像片女三花一样 很完美 是吧 充满了艺术感 那么作为一次共享发射的任务 覆盖了摇杆 这个互联网通信 这个和这个技术科研 技术试验等等 多种功能的这个民用商业航天任务 为我们国家献予 这个运载火箭的升级换代 应该是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长征8号未来 将成为中国新一代中型的主力火箭 我们将具备连发射50发的这种能力 将采用专属定制 共享发射 搭载发射的各种模式 为航天强国建设 为国家任务和商业航天市场 提供我们优质的服务